全球央行斗减息,反映经济前景持续转差,债息度挂幽泪在现,道指组断增错近600点,目前报复收窄至362点或1.39%,报25667点,标指报2850点,跌30点或1.08%,纳指报7773点,跌59点或0.76%, 外围股市大挫下,港股期指野市难独善其身,最新报25768点,跌175点,低水229点。事实上,市场利率持续下行拖累美股银行股,摩根大通,美国银行及花旗集团跌于3%。担忧同样在债市中显现,10年期美债资息率跌至1.598%, 与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跌至不足8个点指,属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一般而言,上述年期的债息曲线一旦出现到挂,即两年期债息高于10年期债息的话。 经济往往会在未来1-2年内衰退。然而,积极的一面是,这将白市联储局减息。目前利率期货显示9月份减息的可能性为100%。 减息0.5尼的可能性达40%。21.46分多国央行年番减息。 全球债息逐跌,美股开始早段再度受压。 导指错444点。至25584点。 纳指错102点。至7731点。标指跌38点。 至2843点。迪士尼上季经调整后每股盈利1.35美元。 顺市场预期。部分原因是收购回来的霍士产表现欠佳。 迪士尼股价早段错5.82-133.62美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。